你好 欢迎收看3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牙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每年都会举办儿童结牙比赛 不过有很多特殊需求者没有办法亲自参加这项比赛 因此牙医全国会特别举办了特殊需求者牙齿保健绘画比赛 让这些特殊需求者用画笔来描述 他们对于看牙医或者是对口腔保健的感受和心情 这一次特别来到花莲县文化学美术馆展出这个绘画比赛得奖作品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观赏 牙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每年会举办儿童结牙比赛 有许多特殊需求者没有办法亲自参加比赛 因此牙医全国会特别举办了特殊需求者牙齿保健绘画比赛 让特殊需求者可以用画笔描述他们对看牙医或者是对口腔保健的感受与心情 我们举办了全国联合特殊比赛 那因为各县市都会派对来参与 那因为有一些遗嘱之汗 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针对特殊需求者来办这个活动 让没有来比赛的这些选手或是院生 他们可以来参加会话比赛 我们是希望说藉由这个主题让他们去想象 然后他们自己的痛苦牙痛 尤其是特殊需求者是需要特别去照顾的 他们如果可以把牙齿刷好的话 事实上的话就会减少这些问题处在 而且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些口腔维护的照顾的时候 他们会比较轻松一点 让他们平常就可以去刷牙的话 就比较牙齿不会坏掉 这次展览足了具有美术艺文内涵 更有口腔保健卫生观念的宣导意义 更可以看到特殊需求者他们的内心世界 绘画的对象是哪些呢 是牙医师吗 不是不是 这些都是一些特殊口腔的一个假牙的需求者 或者是口腔矫正的需求者 那这些人往往都有时候是一些弱势者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忙 那我们很感谢我们牙医师全联会 透过他们来找这些照顾这些需要帮忙的这些民众 然后也鼓励他们除了在自己身心困论的时候 能够绘画出他们对牙齿 对牙医的概念 尤其是他们配上或搅正好这些牙齿的时候 他们品尝那个美食的时候 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 用他们的画笔来画出来 这个绘画得奖作品展期只有到4月3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美术馆的中庭参观欣赏 接下来绘画人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